王阿姨 主为我们预备的天家太美了 主什么时候来接我们回天家 主马上就要来接我们回天家了 只要我们好好跟随主 多读圣经 多聚会 祷告 长大了 能为主传道做功 这样 我们就有资格 得着主的应许 得着主的赏赐 我们要相信天国得赏赐 就得警醒预备 能持守主的名 坚持为主做功传道 就能被主接回天家 得着我们所盼望的天国的福气 神是圣洁的 神的国是圣洁之地 就我们这些劳苦做功 却爱缠上犯罪的人 怎么能有资格进天国呢 主耶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 主看我们已经没有罪了 我们只要守住主的名 为主劳苦做功 不就有资格进天国吗 主耶稣赦免了人的罪 这不假 但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 人罪得赦免 就是捷径了 就可以进天国 没有人能否认这个事实 全能神说 国度里不容许有污秽的人进去 不容许污秽的人玷污圣地 你虽然做了许多工作 你虽做功多年 但到头来人世误会不堪 你想进我的国度 那是天理难容的事 既然主已经来了 那现在圣徒怎么都在地上 还没有被提呢 其实 神默示来提接圣徒 就是首先把人提到神宝座前 接受神默示的审判 捷径的工作 把人成全为得胜者 这不就是圣徒被提进天国了吗 这些蒙神拯救 被神做成的得胜者 就是在地上实行神的话 真行神的道的人 就是神国度中的子民 我们信主耶稣多年 一直为主劳苦做功 也受了许多的苦 如果我们不接受圣徒神的末世做功 到底能不能被提进天国 末世的基督带来的是生命 带来的是长久的永远的真理之道 这真理就是人得着生命的通经 是人认识神 被神称许的唯一通信 圣徒神的话说得太清楚了 你若不寻求末世的基督 供应的生命之道 那你就永远不可能 得着耶稣的称许 永远没资格踏入天国的大门 尤其神末世的审判工作 是神拯救人类工作中 最关键 最根本的一步工作 人只有接受 经历神话语的审判刑罚 这是能蒙拯救 进天国的唯一入图 感谢全能神 把我从梦中唤醒 让我听到神的声音 被提到神的宝座前 面对面地接受神的审判 捷径 这真是神对我特别的怜悯 与恩怠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